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海岸这个发展历史 我就把它分了四个阶段 阶段就是我的前面的四张 第一张我叫心域探索 心域探索主要是介绍这个皮草贸易 欧洲人带大量的工业品来到加拿大西海岸 跟全著名的交换皮草 他们交换这个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探索了很多新的地域 所以我这一张叫心域探索 第二张叫淘金热潮 在1858年淘金年代开始 加拿大这里涌入了很多淘金者 原来外来人口只有几百人 一下子就变成了几万人 这么多人口进来了以后 BC省开始就发展经济 公路 建设 法治 社会管理制度 等等这一堆的事情 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这个时候我们BC省正式开拓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叫淘金热潮 第三个阶段太平洋铁路建设 这个叫铁路建设 这一章里面我主要是介绍太平洋铁路的整个建设的过程 建设的过程当中的那些历史人物也带出了发生的一些事件 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等等 第四章走向文明 为什么叫走向文明呢?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深度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 什么叫深度加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只有60多万人参与了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百多万人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加拿大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几百万人 差不多接近这个人口的百分之十 而且不在自己的国土发生这个战争 在外国打仗我们有这么深度的参与 经过了这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加拿大人开始醒悟了 不要参与这么多世界的这种菩萨性战争 我们要用自己一个和平的方法来处理一些国际的事务 还有一些国际的纷争 用我们加拿大人自己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这个社会就慢慢走向 更加讲究公益平等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你来到加拿大以后 你觉得这里的人很平和 社会也很稳定 人与人之间非常尊重 这些都是有历史原因 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